0403花蓮強震 立法院也強震了嗎 而且政央怎麼會在立法院長韓國瑜身上呢 他上任兩個月 穩穩蕩蕩的 甚至還被稱作是立法院的新公道博 為什麼現在傳出藍營立委對他發難 說韓國瑜你隔輩都向外彎 這是韓國瑜院長的危機 還是轉機呢 好 就這樣跟大家報紙的觀眾朋友 這是一個政治的現象 叫做院長太中立令人心寒 韓國瑜的韓 而且是藍尾心寒 觀眾朋友這個是這樣 現在網路時代的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不管你是誰 你在群組跟你的鄰居 跟你的同學 跟你的爸媽寫過的東西 反而走過必留下痕跡 都沒有秘密喔 特別是多人群組 公司的群組 小組的群組 立法院的立委群組 在這裡就跟我們跨撩撩 這是怎麼回事呢 就立院群組還可以講說是哪一天 3月21號 陳玉珍他今天重感冒 剛剛打電話給他 扣扣兩聲講說 韓漢我再跟你說明 他講了什麼事 韓院長很奇怪 看到我們的時候 他都跟我們的態度 跟看到王世堅 沒有對我們比較好啊 然後周萬來有沒有 他被請到了立法院的 司法總會去解釋 有關於總統可不可以 急問急答 結果周萬來 這個我們幾乎都談過了 大家很清楚 他說根據 美國跟法國來看的話 到國會沒有急問急答 跟你說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所謂的國於三件 你做了三件事情 國民黨立委看完以後 突然就傻掉說 你根本不是我們自己人啊 你是無真道嗎 那當然 陳玉珍的用詞沒有那麼重 他只是希望韓國瑜能夠加入 國民黨立院的群組的賴群組 所以顯然他不在裡面 他現在不在裡面嗎 顯然他不在裡面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立院組織法都講了 韓國瑜他是立法院院長 院長是不參加政黨的任何活動 所以政黨黨團他不加入 投票基本上他也不投 那他當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基本上維持中立 錯了嗎 這其一 我的看法是這樣嘛 但是你說許曉星跟陳玉珍 他們兩個有投票給韓國瑜 居然跟我們沒有 因為國民黨立委有投給韓國瑜當院長對不對 所以他們有他們意見 不斷的有期待啊 所以就重點在於就是 他們有期待 又發現韓國瑜公道柏太中立 中立到連下個國民黨立委都不是的時候 他們有維持 不過今天新聞出來以後 徐曉星有講說 我們沒有這個對韓國瑜院長有什麼不滿 我們只是希望能夠多溝通 到底是誰啊 把我們群組的內容拿出去 而我們群組討論的也不過就是這些事情 沒有在罵韓院長 只是說可不可以加入群組啦 不然我們講什麼他都沒看到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周恩來的秘書長來了 會是這個答案 早知道的話 我們先溝通共同 他們不知道周恩的解讀會是 好像不宜備詢 所以呢 陳玉珍這件事情 他的群組內容談話 被周刊掌握說 藍委認為韓國瑜不夠藍 韓院長令人心寒 好啦 自己國民黨同志覺得心寒 那如果執政黨呢 如果你做得很公道執政黨 怎麼看韓國瑜主持議會 所以我會認為 現在國民黨立委 大家聲量有高有低 可是最高的就是韓國瑜 現在韓國瑜的聲量比蔡總統 跟柯文哲都還高 還高 他既然聲量高 滿意度也是站在前五名 顯然他做對了什麼嘛 所以顯然是國民黨立委 應該選韓院長這一套 我不是叫韓院長拉過來 跟國民黨一起賣民進黨嘛 因為他畢竟是個立法院的院長 他要面對國民黨立委之外 還有民眾黨跟民進黨 那過去我們這次都提前掌握有沒有 我們上禮拜放給大家看有沒有 南北太叢一起串聯 就是這麼簡單 有沒有 王世堅 王世堅現在怎麼講呢 他說這個出來混的鐘就要還了 封鎖輪流轉 現在韓院長他比出大拇指 馬來公確實中規中矩 韓院長目前在立法院又守時 又沒有偏任何一個黨 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院長 主持議事沒有偏頗 民進黨立委都說好 民進黨立委說好 國民進黨立委不高興 但你要知道畢竟俊翔克他是韓院長 他竟不是韓總召 所以他當一個藍綠白 都能接受立法院院長 基本上這是沒有錯的 還有一個觀察韓國瑜的指標跟現場 就是幾天前 大家罵 咬劍一間出發了 現在在路上 出發前在鎮南宮 韓國瑜院長也去了 在這個現場可以做到什麼觀察呢 好 因為這個基本上 又跟政治的這個脈絡有關 第一個 民進黨已經幾年不去帶打鎮南宮了 對 都去白殺屯 白殺屯 因為從中二補選有沒有 林敬儀跟嚴寬 殺了活熱以後都不去了 第二個 現在又是一個政權交接的時候 蔡總統要交給賴清德當選人 所以呢 然後呢 國民黨的幾個大咖 朱立倫不在台灣 馬上有去大陸 所以呢 C位就由韓國瑜來站啊 他就站在這個有沒有 媽祖要起家的孫 鑽叫的中間啊 那問題是 欸觀眾朋友 他不是立委 他就是韓院長啊 他已經是五院院長了 他不是站哪裡 他要站哪裡 以前包含了 你看阿扁也去過 蠻久也去過 對 然後呢 宋楚瑜黨主席 那現在韓院長來錯了嗎 可是呢 藍綠白的大咖 那一天都偏開走掉了嘛 所以就當韓院長 他就站在C位 所以代表他現在目前的份量 第二個 他的發文有份量 所以呢 也就到處要去 拆他用字的毛病 花蓮這次政災 對 我就問啦 講到這裡以後脫底好了 觀眾朋友 台灣政治人物 現在看起來捐錢 捐錢都是韓國瑜耶 他捐錢兩個月的 立法院長薪水80萬啊 對不對 有人講說議員絕對不夠 其實都是新一 那他表示他新一道了嘛 所以韓院長他不只是院長 大家已經開始往他 往2028總統的探選人去想了 對不對 那他一講個花蓮 台灣地區發生地震 以後忙就很多人來罵了 我先跟大家講 看陸委會主委怎麼說 陸委會主委 卻在講說 這沒有什麼問題啊 不用太計較啦 因為我們 好 來 觀眾朋友 我是不是跟你開玩笑 不是感覺而已 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徵求條文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台澎金馬 對岸叫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也就是台澎金馬以外的 所有一塊 所以台灣地區 它是核線的 這題結束了 而且毛草的 這題來講 用這個打韓國瑜 是沒有用的 所以連國民黨都覺得 韓國瑜很中立 中立到已經不像 國民黨立委的時候 就表示 韓國瑜現在目前是 藍綠白都能接受的 立法院長 好 宇軒 我們看到了 韓國瑜這個立院 新公道博 連藍營立委 自己人對他都有意見 那他肯定做對什麼 或做錯什麼了吧 做對什麼 做錯什麼 我們從民調來看 韓國瑜的民調滿意度多少 52%不是嗎 是 年輕人支持度不是58% 是 國民黨多少 掉車尾 那在第二點 他們講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在有人講說 這個對周萬來有意見 把它弄得好像盛銷成上的 但我仔細看過那個內文 他在討論的是說 應該要多多進行 橫向溝通 雖然過往我覺得這是雙面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今天你可以說 叫周萬來來溝通 你也可以去主動去找周萬來溝通 因為今天在他對於 他提出這份報告之前 這份報告早就有了 民進黨的立委也有看到 大家都知道 他列舉了美國跟其他國家的案例 說顯而不符 因為台灣的憲政體制 跟其他國家又不相同 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的結論是說 沒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但是台灣有他的特殊性 所以我們可以因地自己看自己 有沒有拿出需要的辦法來做考量 就是說他沒有背書到底 總統來到立法院被詢這件事情 國情報告這件事情 是一問一答 還是說幾問幾答 他沒有做出一個定論 第三個層次問題 民進黨真的學不會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邱泰山請問一下 他的職位是什麼 陸委會主委啊 對陸委會主委 他依據的是什麼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全文叫什麼 叫什麼 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 對 奇怪了 韓國瑜講台灣地區就不行 對 所以你邱泰山有什麼毛病嗎 因為他今天出來講啊 說好啦好啦 不用太計較啦 他前面還有一句 用字一定都不太精準 什麼叫不太精準 很精準啊 不然你邱泰山是 你是什麼地區的 你是什麼地區的法條 我搞不清楚耶 不然你是什麼東南亞地區嗎 太平洋地區的主委嗎 那開了什麼玩笑啊 邱泰山 所以我跟你講 他就是想要兩邊都不討好 兩邊都不得罪 各打五十大板嘛 說什麼不用計較啊 說不精準 精準的很 包括你國防部經濟部國發會 都人家都幫你整理出來了 這麼愛用台灣地區 所以我跟你講啦 要嘛你就把這個官辭掉別幹了 因為你這個官可能也不盡精準 你當的主委也不盡精準 所以講話要公道要公允 不要呢 傻了都沒有錯 好 原知 新公道柏韓國瑜太公正了 你們很心寒 會嗎 我覺得那個事情有一點媒體過度解讀啦 實際上我有在那個群組裡面嘛 我有看到陳玉珍委員 有對周外來有抱怨 這是真的有 因為那是一個就是司法委員會的一個開會 他怎麼抱怨 就是說周外來被要求針對就是 如果我們立法院要求總統來做國會報告的話 答詢方式要怎麼進行 那因為我們黨團有一些版本是希望急問急答 可是周外來的報告裡面 他直接打臉了這項主張 他就說在國外沒有這樣的案例 所以當然陳玉珍委員他們就有對周外來提出一些質疑 就是說你是不是回答之後 你也了解一下我們黨團立場好不好 你不要那麼給 大概是說也稍微跟我們溝通一下 其實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然後後來我也沒看到很多人附和 有人是說徐曉青有附和 其實我當下沒有感覺徐曉青有附和 徐曉青只是貼了一個吳思瑶的新聞 就是吳思瑶就挑撥 你今天就說 就說哎呀你們國民黨的主張連周外來都不同意 徐曉青就是貼了個連結 說像這樣 這個是反酸吧 這個不是附和的意思 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事情已經過很久了 這已經過一個月了 對 忽然間今天有週刊 網路媒體把它寫出來 就感覺上好像 是不是我們國民黨的黨團什麼很不爽 韓國瑜太中立 甚至於還有黨內人士主張 說要找什麼柯智恩 謝龍介 這些跟韓國瑜比較好的人 來跟韓國瑜溝通 什麼居心啊這個時間點 跑出這個新聞 我覺得我認為是我們黨團裡面 有人很無聊啦 就是說把這個事情 把他跑去跟記者講 那把這種事情去跟記者講 不外乎兩個原因啦 一個原因就是 他想要跟記者打一點好關係 第二種原因有可能 他不是想要打擊陳玉珍 就是想打擊韓國瑜 就是覺得說 他不爽韓國瑜太中立 他就用這方式去攻擊他 或者是他不爽陳玉珍 故意挑撥陳玉珍跟韓國瑜 就這兩種原因啦 但我覺得沒有達到效果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看到網路的評論 或者是我們一般 我們立委之間大家有討論嘛 都覺得說韓國瑜沒有什麼 太過中立的問題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做院長嘛 你有沒有覺得他在每一個場合 都是在營造他那個院長的樣子 對不對 院長就叫中立啊 我是公有才 我們這個屬於國民黨團的 對 而且他做得越好 其實對國民黨越加分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滿意度五成多 他五成多 而且很多二十歲到二十幾歲的 年輕人都支持他 這個其實最後能量會灌回國民黨 所以大家都支持他 那他中立是不是完全不理國民黨 也沒有啊 像我在質詢官員的時候 有時候官員一直插話 一直插話 那我跟院長講說院長可以暫停質詢嗎 然後院長說好先暫停 我就說院長可以請那個部長下去嗎 因為我是來院院長 問院長的 不再問部長 部長一直插話 我怎麼跟院長溝通 韓國瑜又說 好 了解 部長不好意思 委員請你下去 他就快下去了 不過我覺得他雖然中立 可是他也有站在我們這邊啊 所以 韓國瑜跟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 而且他這樣子滿意度高對不對 我覺得也不是說我們老王賣瓜 因為他國民黨我稱讚他 沒有嘛 你看王世堅 我認為王世堅 因為堅哥就是最會關民意風向的嘛 他以前在民進黨當蘇貞昌做得不好他照樣罵 為什麼因為他知道這樣會有民意制度啊 他現在跟韓國瑜抹氣勒 喝一個水都要問韓國瑜 兩個人互動多暖 在網路上點閱率超高 為什麼他知道現在跟韓國瑜好的互動 會有高的支持度啦 所以堅哥也是這樣啊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等一等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CAMONCAMON 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請介紹更多朋友 感谢观看